而這次的中秋四天廉假 連交通部長林佳龍都說 這次的運輸會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因為今年中秋節 號稱是史上最塞的中秋節 我們台中記者到清水休息在直擊 不少用路人下午就提早請假 提前返鄉或是出遊 服務區從下午三點左右 就出現人潮 而伴手裡店面和小吃業者 加派人手準備服務大批的旅客 麵包店前排起常常隊伍 烘焙師加快手腳製作麵包 另外一邊伴手禮店 顧客也很多 清水服務區從下午人潮開始湧入 大家提前請假 就是怕遇到號稱史上最塞的中秋節 連交通部長林佳龍都說 接下來四天廉假的書運 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清水服務區也預估 今年中秋造訪人數會比去年增加一倍 大概落在十五萬人 那在車室的部分大概在五萬車室 人潮帶來前潮 店內不論是小吃夜或伴手禮店 都增加了進貨量要搶商機 服務區表示如果依據 今年同樣是四天廉價的端午節來看 車潮人潮最多的時間 應該會是廉價的第三天 民眾可以多利用替代道路 或者避開熱點時段 免去塞車之苦 歡迎收看武林安利品信台中報導